好 今天的話等於是第十次上課 然後上個禮拜的部分的話 大概比較重點的提示一下 所以上個禮拜有幾個重點 就是說如何取得像 我們是有複習了一下 歷年切道折線圖 也就是說如果你希望 把台北市歷年切道的相關資訊 把它繪製成折線圖的話 那該怎麼做 然後把這個解決完之後的話 我們又把折線圖改成 所以我們上禮拜基本上第一個 就是如何取得網路上面的開放資料 裡面的話重點就是會用到一個模組 一個模組叫request.get 然後後面的話加上網址給它 它會幫你直接抓台北市的那個 那個CSV檔 把它抓下來 那抓下來之後 其實我們主要是把它存檔 存成Excel 所以大概這個 上個禮拜的重點大概就是說 第一個 如何把網路上的CSV抓下來 存成Excel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 怎麼樣再從Excel 也就是把Excel當資料庫來用 然後把它讀取 所以上個禮拜 重點就是如何讀取Excel 這個我覺得還蠻常會用到的 然後再利用讀取到的資料 產生兩個串列 那為什麼需要兩個串列 因為我需要繪製一個叫個區比例圖的時候 我會需要兩個串列 也許一個叫什麼 List A 一個List B OK 然後呢 我就再把這兩個串列 丟給那個有一個套件 叫NetPriLab 它就可以幫你把它產生一個個區的比例圖 大概原則上這樣 所以上個禮拜重點 另外的話呢 上個禮拜還有一個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了解什麼叫Jackson的這個檔案格式 因為目前的話呢 網路上很多提供的資料 除了CSV之外 也會提供很多Jackson Jackson的話比較麻煩 就是不像CSV 它是那個鬥點鬥點隔開 然後尾巴一個換行 比較 它的架構很單 CSV很單純 但是Jackson就沒那麼單純 為什麼 因為Jackson你會慢慢打開 裡面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不外乎就是大瓜糊 頭尾嘛 那如果是大瓜糊 我們前面講過 那在Python裡面 會對應到一個資料型態 叫字典 字典的話呢 前面是key 後面是value 那你可以把它看成兩個串列 前面一個串列 就是它的 算是ID 它的key 後面的話就接了它的資料 就value 所以如果我假設要解析這資料 取得我要的 那我們有弄一個叫什麼 那個 PM2.5吧 環保 現在不是環保署 現在環保 現在環保 以前叫環保 現在要環保署 然後呢 取得裡面的一個key 叫recourse 所以只要知道key的位置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後面的value抓回來 然後再轉換成一個串列 那我就可以 把這個recourse裡面的資料 分別把它讀取出來 OK 大概是這樣 不過難度越來越高 上禮拜重點就是解析json 這個json格式很重要 因為將來可能你會遇到的格式 不外乎就是CS CSV應該簡單 其次 目前最常被用到的就是json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json 或者叫API 你可能 你會遇到 比如說人家提供給你一個資料的API的話 那你要怎麼去解析它 OK 那當然一樣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excel OK 並且一樣把它繪製成直線圖 支條圖 所以我們大概 基本上不外乎就是抓資料 從網路上抓資料 就網路爬蟲 那爬蟲的形式很多種 最後的話就是產生串列 所以有點像是 它來源在那邊 然後把它抓下來 它是一個原始檔案格式 那經過我們的處理 所以Python到底做什麼 Python其實就是處理 把它不外乎存成excel檔 有沒有 然後不外乎就是把excel檔裡面的串列 提取出來 那最後的話把它畫一個 這個圖 OK 那不外乎就是 那因為圖的好處是比較直覺 你一看就一目了然 OK 所以大概的重點大概是這樣子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接著繼續 再來 可能要更上一層樓了 因為今天是第十次 我們還有三次課 所以後面三次 可能就要講一些 難度又稍微相對高 可是其實也都差不多 只是說資料放在不同的位置 再來其實你會比較具體 因為就網頁啦 也就是再來 應該很多資料 我想應該大家接觸最多的 不外乎就是從網頁嘛 有沒有網頁上面 那如果它是一個表格資料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表格的資料 快速的把它取下來 放在excel 最好是幫我把它直接存檔就好 存excel 有沒有 那以前如果你要做的話 很多人就一定是選取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一直負之天嘛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這個資料經常變動 或者是說你的業數很多的話 那你顯然不應該這樣做吧 尤其像現在你要爬很多Big Data的話 那你絕對不可能用人工來 去做爬蟲的動作 OK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爬取的是某個網頁資料的話 那你應該怎麼做 那我們一樣不要弄得太複雜的網站 反正我就先舉一些簡單的案例 那你們有時間的話 不妨可以自己試試看 爬蟲真的 這個很深很深啦 其實說真的你要能做 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延伸 但是我們剛開始我想 我們還是按部就班 所以呢 待會請各位先幫我看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 雲端白板上面的話 再來的話就0604了 那這邊的話 我們主要是講到有關網頁資料截取 所以請可以打開之後的話 當然這邊第一個 這個會跳出來 第一行就是跟你講說 這邊呢 因為要去截取那個網頁上面的HTML 的資料 那HTML的資料 我想大家應該 應該也不算陌生吧 因為你們這個HTML 出來到現在應該接近 應該有30年的時間了 所以你舉凡你身邊很多資料 基本上都是放在網頁上面 那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底下 這邊範例1 在第6頁的地方 這個 0604的第6頁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是大樂透的開獎之類好了 假設這個網頁 那如果我希望取得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裡面的什麼 它裡面的日期 還有它中獎號碼 還有特別號 那備註就不用啦 OK 所以其實看得出來 這一個表格 裡面總共有四欄 對不對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這個資料 快速的幫我把這個資料 放到Excel的話 應該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會遇到什麼問題 當然以前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可能就是土法鏈鋼 選起來Ctrl C有沒有 那Ctrl V 應該大家都這樣 那問題是 這個網頁 它的號碼其實都 它提供的是完整的 只是說呢 它總共提供了有幾頁呢 總共有74頁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切第一頁 就按第一頁 然後第二頁就 它就一直切啦 那如果說假設 你要快速的扒取這個 如果一到74頁的話 那當然你土法鏈鋼就不是好方法 而且呢 你今天做完 明天可能又更新了 那怎麼辦 你明天再來一次嘛 每天都 那當然如果你會爬蟲 那這件事就簡單了 OK 那至於啦 要怎麼樣寫一個爬蟲 當然方法很多 我前面一直強調 其實Ctrl V都會給你答案 真的 你現在要給它網址 有沒有 請幫我把這個網址 你把上面這個網址 把它複製 然後呢再把它貼到那個Ctrl V裡面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程式啦 剩下來就是你要去try 我發現其實 那如果有bug對不對 你就再貼回去 請告訴我這邊哪裡有錯誤 它會告訴你 OK 如果你不懂程式什麼意思 貼上去請幫我解釋一下程式的意思 有沒有 它很認真地幫你綁每一條 我發現它解釋得還非常非常的詳細 詳細到有一點我覺得太多語了吧 講那麼多幹嘛 不過你們可能會覺得剛剛好 可能每個人不一樣 而且呢 你們其實不只ChartGPT 我覺得那個Gemini也可以 Gemini我覺得 感覺好像一個比較是popular一般人的 那Gemini感覺好像是工程師版本的 因為它比較感覺比較自私化吧 我覺得 另外還有像那個 就是微軟的那個Corepilot Corepilot 我覺得它有點太囉嗦了 Corepilot一直在產生資料耶 像我覺得Gemini就是比較簡潔 很乾淨 那那個Corepilot就是 好多好多 它還會講一些 我覺得它是不是有點 我覺得有點妄想症的AI吧 它有些想寫一些東西 我覺得不要出現的 它還會寫太多東西 所以你們可以利用AI的方式 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但是我覺得啦 當然你們應該學的應該就是說 它給你的答案是不是 是不是你想要的 我覺得這件事 你還是需要有判斷能力 所以我們會先跟各位講一下原理原則 比如說第一個 今天的話 第一個你要先學會什麼 看懂那個按滑取右鍵 比如說在表格的左上角 日期這裡按右鍵 那我是建議你一定要學會一招 就是 不是檢視原始碼 因為你如果檢視原始碼 那原始碼不得了了 像這個網頁的原始碼按右鍵有沒有 你檢視原始碼它會跳出來 總共幾行呢 哇這麼多 這麼多 總共大概六百多行吧 光看這些我想你應該就投降了 所以我不建議你看原始碼 我比較建議你至少要看到 按右鍵檢查一下 那檢查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慢慢你要習慣一下 按右鍵檢查之後 它會在你的右邊出現有一個畫面 那其實這個畫面跟左邊有什麼關係呢 基本上就是左邊是你看到的 那右邊的話就是它原始碼 是電腦看到的 也就是電腦它要能夠解析的話 它只能透過右邊的內容去解析 那你說老師這好多我怎麼看得懂 那跟各位講 你只需要看懂所謂的標籤就可以 什麼叫標籤 只要是標籤它開頭一定是小於符號 OK 所以有沒有 小於符號 小於符號 小於符號就是所謂的標籤 那以這個標籤 我們需要的就是這個標籤裡面的資料 我要把它取回來 那你說老師這麼多標籤 那我需要全部看嗎 不用啦 我跟各位講你只需要看懂 目前的話 只要看懂三個重要的標籤 第一個叫做table 顧名思義嘛 table是什麼 就表格嘛 第二個你需要看懂的就是所謂的tr tr是什麼呢 他應該可以猜的 t就是table r的話那是什麼 r是什麼 r不是 有一點 就是row r或w 就是列的意思 ok 所以tr就是table row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 我目前在哪一列的意思 哪一列 列是橫向的 藍是縱向的 有沒有 那另外的話 還需要知道第三個 叫td td是什麼呢 它應該開始 越大嘛 外面是表格 tr是列嘛 那td就是裡面的什麼 第幾個 對 第幾個儲存格 其實td的話 你可以把它視為儲存格 所以你們慢慢習慣 因為如果你只要看懂 按滑鼠右鍵有沒有 檢查之後 右邊這邊呢 當然你游標如果放這邊 他會檢查之後有沒有 他就會用那個mark 就是你只要選這邊 他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所在的這個日期 他在那個原始碼裡面就是長這樣 在這裡 這個 底下好像會反白 然後他一定是td開頭 td結尾有沒有 結尾的話一定是多一個斜線 td 然後中間就是他放日期的地方 ok 那至於說什麼class這些 你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class的話指的就是 它的樣式 也就是它外觀長什麼樣子 ok 那所以你再往上推 往上推的話 tr 那這個tr指的就是這一列 你會發現儲標放這裡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儲標放這邊的話 他這邊會mark起來 有沒有告訴你 我現在指的就是這一列 所以這個tr指的就是這一列 那這一列裡面會有四個td 有沒有 1 2 3 4 分別裡面是放什麼資料 有沒有 日期在這裡 日期有沒有看到 拿中獎號碼放這裡 有沒有中獎號碼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特別號在這裡 然後就備註 結束的tr在這裡 所以頭尾在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 他一定是成對的 所以HTML有個特性 它的標籤一定是小於花開頭 然後頭跟尾其實名稱一樣 尾巴會多一個斜線而已 一定有成對的關係 ok所以大家有這個概念就夠了 那再來的話呢 你們如果練習的時候 可以把它收折 收折的話呢就是在每個標籤的前面 會有一個三角形有沒有 那三角形如果向下表示是打開的 如果你把它點一下 它會怎麼樣 折有沒有 收起來 有沒有 那再點一下 有沒有 如果它向下是打開的 如果再點一下的話呢 它會收起來 那收起來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第一列嘛 第二列在這裡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所以其實以這個網頁來看 它就是在一個什麼 一個table 裡面的話會有很多的tr 那每個tr裡面又會有四個td 所以呢 如果你要學會那個 如何爬取這個 網頁裡面的 這些資料的話 那你只需要記三個標籤 資料就全部下來了 ok 不過我光看到右邊密密麻麻 就感覺有點那個 那什麼 密集恐懼症的 你剛看到 天啊 太恐怖了 所以 不過也不用擔心啦 反正你抓藥裡 三個標籤 那待會的話呢 我會教各位循序漸進 來 爬取 這個資料 ok 那當然呢 因為我自己也教那個ecell 所以其實ecell也給我爬蟲 所以做法差不多 所以等於你這邊會的話 那你那邊應該也大概都會了 ok 因為其實道理都一樣 你只要看懂 右邊的這個原始碼 然後再來的話 用同類似的方法 你就可以把資料給爬取下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大概有個開頭 所以呢 我們回到0604這個網頁 這個資料擷取裡面的第一行 那待會兒要先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你有沒有安裝那個BeautifulShip的套件 如果沒有的話 就要把這個BeautifulShip4把它安裝起來 安裝的方法跟前面一樣 所以這個我想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看有沒有 如果沒有它可能出現了 NormoduleName的BeautifulShip4 那你就記得把它裝起來這樣ok 那這個東西 BeautifulShip到底做什麼用 它很簡單 它其實主要功能就是幫你找什麼 找那個HTML那個標籤 我剛剛不是講三個標籤 它就是幫你找那個標籤 把那個標籤取回來之後 再幫你把裡面的資料給抓出來 大概就這樣而已 ok 所以BeautifulShip重點 就是幫你解析HTML上面的標籤 並且幫你把資料抓回來 大概是這樣的動作 那底下的話 為了讓大家方便了解 底下我有幾個簡單的HTML的範例 你們待會兒看一下好了 比如說以這個 這個在第幾頁 第三頁的地方 這邊的話 就一個簡單的一個網頁吧 各位以前有沒有三個網頁的課程 那網頁背後的話實際上就是像這樣的一個HTML開頭 HTML結尾 這個表示一個網頁 然後它的頭在這邊 它的body的話就是它裡面的資料 就是放了三個那個什麼 三段次 P的話就段落 等於是有三個段落的資料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模擬一下 我們還沒開始直接抓 我們先模擬 假如說我要把HTML123的文字 抓回來並且print出來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待會兒可以練習 問題 如果要取得這三個東西的話 應該怎麼做 那解答的話底下呢 所以待會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底下的解答 這邊喔 然後一直到哪裡 到底下吧 在這裡 到那個改用body抓取全部資料 就這一段Ctrl-C 你們可以插一下 然後貼一下 先開一個新的module 然後把剛剛的程式貼上來 OK 貼一下 不過先確認一下 因為底下會用到一個叫beautifulSup OK 如果假設喔 你run的時候它如果出現 no module name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 這個beautifulSup 有沒有 這邊有出現 no module name的BS4 那BS4是beautifulSup4的縮寫 OK 所以第一步喔 我們就需要怎麼樣 把那個beautifulSup先 裝進來 因為這個套件很重要 如果沒有這個套件喔 你要解析網頁就很麻煩了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一樣喔 先把那個beautifulSup 把它裝起來 那裝的方法 一樣喔 先找到你的那個 我是放C底下的 Python384有沒有 找到Python384路徑上方打一個CMD 點一下喔 CMD Enter 接下來的話呢 把那個我們安裝的那個語法 語法還記得吧 其實也差不多啦 就Python1-M Pip install 然後BeautifulSup4 這一段Ctrl-C好了 然後直接到DOS模式下把它貼上 貼上 好像我這邊是直接按右鍵它就貼上 或者上方這邊狀態列按右鍵 這邊也可以貼上 一樣可以貼上 貼上 Enter一下 OK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幫你把這個套件給裝到你的電腦 這樣其實有BeautifulSup 有 OK 那裝完之後的話呢 待會兒 我們就可以把它Run一下 OK了 如果你看到Successful 有沒有 這邊有個Successful這一段敘述 那表示OK 至於版本 目前應該不是很重要 反正一裝一裝最新版 好 那這個可以把它關掉了 OK 所以確定一下 把這個貼上 應該都記得吧 這個安裝套件那個很重要 以後記得C 有沒有 然後CMDEnter 就OK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 要安裝任何的套件 方法都一樣 OK 哪怕是沒有用過的 你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做 好 那裝完之後再Run一下 看一下 所以這個應該可以過了 這個其實主要是 這兩行就是 就是把比如說Successful 變成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裡面 其實最重要是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就是叫Fy Fy的話就是你要找什麼標籤名稱 那FyO的話就是 如果你那個標籤不只一個的話 比如說TR不是很多TR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用FyO 它就幫你把它全部找回來 然後我們來Run一下看一下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底下這邊會出現 Hallover的1 Hallover的123 為什麼多一個1 這邊應該是多 這是這邊 這個是Fy 有沒有Fy的話 只會找一個或多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會多一個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待會我們再來解釋一下 到底Beautiful Super 能夠幫我們如何解析 OK 試一下 好嗎